大家好 茶艳里含有多少营养成分 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 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 茶艳中含有500多种人体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主要有咖啡因 茶碱 可可碱 胆碱等生物碱 黄酮类 儿茶树 花青树等分类延伸物质 多种维生素 氨基酸和矿物质 具有营养价值的维生素 蛋白质 氨基酸 类质类 糖类 及矿物质元素 具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 茶多酚 咖啡因 脂多糖类等 茶叶中 这些主要的成分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 卫生素 卫生素它可以通过喝茶能够直接的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 它能够提神安神消除疲劳防癌活血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第二 无极炎类元素 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人的生长 发育 运动和生殖都离不开蛋白质 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而茶叶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我们通过喝茶能够有效的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第四 氨基酸 茶叶中氨基酸的种类丰富 长喝茶可以及时的补充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 第五 糖类 糖类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 茶叶中的糖类对于人体生理活性的保持和增强有着重要的功效 我们大概了解了茶叶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这样加深了我们对茶叶的认知 喝茶将会变成一种习惯和自觉 好 这期的话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老无寻茶为你寻找心目中的那杯好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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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